大家都知道琪琪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找奶奶看电视 而且她每次看电视时 仗着有奶奶撑腰都对我挨打不理 于是为了打击她的嚣张实验 我决定拿雪雕故意气气她 雪雕最近那么乖 那今晚就让她陪奶奶去看电视吧 你干嘛去 你先起来 地上都是你弄毛沙脏不脏 好了怕了你了 那你让我把地上打扫一下才去行了吧 等我一下我很快就打扫完了 这可是我刚买的Dreamy H13 双滚刷CD 清洁能力那是露眼可见的墙 全天变得设计可以覆盖 墙边角落的封城和猫毛 打扫完直接放回底座 滚刷正法自清洁 可以有效的防止长毛 还能乐风空干 简直是动物园家庭必备 好了打扫完了 你继续去那边躺着吧 地上不涨了 我居然被我的猫嘲笑了 自从我脚受伤以后 七七就经常模仿我的姿势 来嘲笑我 为了反击 于是我故意将她最爱的猫条 当她的面位给了弟弟来气她 没想到她直接跑去找奶奶告状了 奶奶不由分说的教训了我一顿 我解释称是因为七七嘲笑我脚受伤在先 然后嘲笑我的人又多了一个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跟你会说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您下期再见